好 隔了四个小时 指挥中心就宣布了 陈时中等人解除自我健康监测 只凭着一次总统的筛检阴性 到底为什么这么急着 就要让他们不用继续监测呢 这样的指引双标 是不是会让大家无所事赤虫呢 再来总统家人有人确诊到 现在没有公布暗号 也没有公布足迹啊 可是过去像是有一些什么狮子王的 不是把人家的个资公布的蛮清楚的吗 学校校外旅行是禁止的 可是万人的演唱会可以继续办下去 有确诊者还可以继续开 而墾丁台湾记啦 三大日音乐节啦 东港第一尾啦 一档接着一档 难道就防疫碰到权贵就可以转弯 碰到选票就会转弯吗 署长 对 首先大家要注意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 就是遍地开花 我们庶民大头家最早就讲 确实就是已经这样 你看每一个人 你所以知道认识的人 一个一个都变成接触者 那在这种的疫情之下 我们的这些官员跟总统 尤其是你这个苏贞昌跟陈时中 你看看人家潘文忠怎么做 他是教育的首长 他要不要以身作折 他做了一个好的示范 结果你们这两个呢 一天到晚意识形态防疫 在那边玩火的 果然嘛 果然嘛 又玩火了 你这个疫调啊 你这个怎么样提醒民众注意的 你如果接触到是总统家人 你就没有人权了吗 你就不会知道你跟谁接触 这是很奇怪 所以你确实国外啊 这一些重要的人士 成为接触者 甚至于感染 这都发生过 人家都演给我们看了 你必须要示范你尊重生命 尊重人权 否则我们真的就是会把你牢牢记得 要不是你这样恶搞的话 我们怎么会这么倒霉 好 到底接触者的接触者 有没有危险 我向各位报告 南非它沦陷之后啊 有人从南非回到挪威 挪威第一个超级传播事件 他那个公司的睡末聚餐 所有的人都必须打过两剂疫苗 而且检验阴性 两个是而且不是货 才可以去聚餐 结果呢 都验阴性 吃完饭有一个人阳性 赶快去验其他人 一百二十个里面 八十个阳性 阴性的时候去聚餐 所以检验阴性会不会传染啊 只是说你有时候 我觉得你要去读一下我的脸 我早就跟你讲啊 会啦 会传染 还有如果他这些官员 不是说蔡总统自己验就好啊 听起来其他人也有验 接触者的接触者三到七天 如果你接触者的接触者 检验的阴性 照你疾管署的规定 有做了检验 不好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做检验 没钱没钱 你死地有他们三百条 他就规定 你要三天自主健康管理 华院长讲得很好 你验了 你就应该要自主健康管理 结果你们不自主健康管理 还跑去接触这么多个人 谢谢你告诉我们 你们就是没把我们民众的命当命看 潘孟安还有 我要提醒你一下 我觉得我们民众就是很有智慧 你这样的时候 你说我们都不影响经济 评斗人都知道 你就是正在影响经济 事实上Omicron不是那么会传的话 怎么会大家纷纷的编摆如山倒 你以为别人都很喜欢它扩散吗 没有 都守不住 你守不住就要守更严 就会守不住你还放宽 你还欢迎这么多人群聚 你说我们现在不要影响经济 不好意思一下 你这个病毒 Omicron is here to stay 留在你屏东县的话 我请问你 大家会痛苦比较短 还是痛苦比较长 你现在不守 你让这个病毒 它就不走了 这就是其他国家 给我们的产通教训 我们屏东民众太有智慧了 偏偏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政治人物 他就是老是拿人民开玩笑 他就是搞不清楚 我们台湾遇到Omicron 以为说打疫苗好像没关系 事实上我也跟各位报告过了 打三剂疫苗是防重症 但难防传染 一个一个都给大家看 突破性感染 所以大家这样不去守它 感染的人就会多 感染多了以后就会怎么样 有人打一剂 有人打两剂 有人没打的 也有人打三剂的 中症重 中度重度 这样都出来了 好 我们民众已经知道 你说不会重症 结果就有重症了 马上翻倍 你说不会死 就有人死给我们看了 你发生在总统 发生在你行政院内阁 你还这样玩火 病毒真的是会让我们台湾人 为了这些可恶的政客 付出代价 真是令人生气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销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真 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气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